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怀疑所有的案件 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想知道 昨天另一个死者 种的是什么毒 我要给师父验尸 死者身份不详 死于中毒 身上有多处余伤 身材瘦弱 生前身上有多处尸疹 尸体在水缸中发现 辛苦 麻烦大点声再念一遍 死者身份不详 死于中毒 身上有多处余伤 身材瘦弱 生前身上有多处尸疹 尸体在水缸中发现 被水煮过 头颅消失不见 有什么想法吗 这具尸体虽未煮 但死因和令吉起并不相似 有劳 去拿一下证物吧 我呀 怎么了 你 使唤我呀 我没使唤你 是大人让我查此事 不是你是想藐视官署吗 拿官署压我 去 我这就拿去 来 小人得志 你别弄坏了 水缸上的花纹 跟那贼人留下的 牌块上的花纹一样 早上被人目击到的黑衣人 可能也是他 至少说明他和连环 关系维近 交给你拿 别弄坏了 这种花纹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种花纹好像在哪儿见过 天水像 死者无头 颈部有戏人 雷歌痕迹 并未中毒 尸体已全无血色 行动 圣前卫被殴打 禁锢也没有锻炼 骨骼松软 是煮烫所导致 尸体损毁国度 毕容劫柴 骨节随便 太阅 鱼铃鱼就尸体完全不一样 昨天的案子 实际应该有两个凶手 虽然看似形势相间的案子 但是作案手法却完全不同 尚师傅的第一个凶手 都是那个贼人 而第二个凶手 却和那贼人 有很大的不同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看来只有一个凶手 你也不想看 我看来是什么 这是我看来的 你也不想看来 我看来是什么 我看来是什么 你不想看来是什么 你无所谓杀人方式对不对 你不在乎鸽头 主师 你只想让死者出现于众人面前 但师父那次 你没来得及 所以你不甘心 所以你回来了 你要完成这种过程 完成这个形式 这是你的执念 而你呢 你却无所谓形式 你善于用毒药杀人 但为什么 你却要模仿作案 你想要嫁祸于他人 不对 这样没法嫁祸 按理来说 对杀人没有快感和形式感的你 甚至都不会让尸体出现在众人面前 但你还是这么做了 为什么呢 你想通过尸体 传统